在场军得分相同的情况下 又去比种子排序 那么立陶宛的种子排序要高于中国 所以目前小组排名立陶宛第一 中国队第二 好球 但是我们把这些刀抛之脑后 把对方拼下来 好球 曹军伟 下掩护挂住机会 这是个战术球 好球啊 球枪稳住 王莉莉 王莉的人球结合做得非常好 直接投篮 打进漂亮 这球打得太硬了 尽量的把对方的篮下队员往外挤 因为这个位置拿到球 几乎就是一个篮下的必进球 球带着人走 在三人篮球比赛里呢 很多时候机会啊 其实是跑动当中跑出来的 传接球也是一样 可以提前亮 篮下强吃 哇 德队还是打得非常的强硬的时间 右下角的是犯规数的显示 吊船 先挤 再挤 左手 打进 好球啊 万济源 急停 好球啊 王莉莉现在也然已经完全打开了 这种挂着防守人 球员 那么这次的组合当中就除了曹军伟更换了奥运会当时的杨淑宇以外 其他三个点都没有改变 得对的每次进攻是更希望来到篮下 而他们看到面对王莉莉的时候的身高上有些优势 但是殊不知啊 王莉莉她的力量对抗可是一点都不吃亏 在战绩相同的情况之下 小分也一样 比的是种子排序 我们现在其实就是要争取更多的得分 完成他的技术上的施展 王莉莉 急停 带着人走 好球啊 这个传球的节奏感恰到好处 对 抓转换 要两分 野中漂亮 张芷婷现在看来外线的手感不错 心肺刺激是巨大的一个比赛 好 这球直接掉回到自己手里 篮板球再起 好球 挂左侧 掉船 好球 再转移出来 外线接着投 还有今天这场比赛 我们看到张芷婷在左侧45度连续命中了两个两分 这个球是地下没有上进 中文队非常有机会 打包21分 加油 大范围转移 自投自强 再来 差了一点点 没有关系 时间还有 就是第七 第八 第九次犯规呢 是给两次罚球 第十四到以后的犯规都是两罚一致 这样的话呢 曹军伟罚球命中 中国队率先拿到了21分 在比赛时间没有结束的时候 打包21分 战胜了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 德国队 德国队 跟他一含有了 人的对手 大人的酷祷 都对手